一湖国际烟花大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运河广场燃放点突发意外 计划要射向天空的烟花 直接射向了看台上的观众 导致很多那个观众当场受伤 由于很多城市没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类似的公共安全其实也给我们很多人敲响了警钟 看看 现场观众拍下的视频显示 燃放过程中烟花突然蹦到看台上爆炸 现场突然大乱 一片惨叫声 很多市民受惊吓到地 据目击者介绍 窜入人群的烟花 起码胡乱喷射了二十多秒 有人衣服被烧了好几个窟窿 有人耳朵和脸部被烧伤了 还有的人的头发也被点着了 现场好几个小孩被推扰在地 事发后 受伤人员被送到杭州市第二个名医院 没地方吵呢 到处都是的 下面都是的 下面也是的 上面也是的 没地方吵呢 蹲一下 蹲一下 你去蹲一下的时候 也去杀伤了 在我们那个角度是最后一排 是看得最清楚的 就直杀杀的就送着我们来了 而且在第一反应 然后我们就低头 那整个那片全没有啥事 这起事故造成约百人灼伤 但没有人受重伤 有五人需要留院观察 主要是面部和耳朵灼伤 其他伤者主要是皮肤灼伤和 其他伤者主要是皮肤灼伤和